艾斯珀先生的有关言论毫无根据 这里我想对他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都明确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霸权主义 美国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宣誓吗 第二,是谁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非法对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 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 派艰基到远离本土的海域大秀肌肉 第三,是谁固守冷战思维 不断地毁约、退群、挥舞大棒和拳头 肆意破坏全球规则 美方一些政客只要尊重事实 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关于王毅国务委员同加拿大外长 上鹏飞会见的情况 中华已经发布了消息稿 至于你提到的加拿大公民个案 康明凯、迈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 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 同时保障其合法权利 在中加所有沟通中 我们都向加方表明了 加方应尊重法治精神 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我愿再次强调 当前中加关系面临困难 责任不在中方 加方很清楚问题的症结 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纠正错误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条件